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一下课程定位 这门课程属于入门级别的教程 适合新手小白同学 比如刚拿到苹果电脑 第一次用 有很多疑问 如果是苹果电脑的属手高手 请绕行 下面说一下课程内容 这门课程的内容不是苹果电脑的使用说明书 也不会系统全面的讲解 因为这种全面的讲解教程网上有很多了 课程的内容都是我的经验分享 我在第一次用麦克电脑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又是怎么解决的 另外这些年接触过一些用苹果电脑的朋友 但是他们只会用里面的专业软件 对苹果电脑本身没有太多了解 我帮他们做过一些设置优化 解决过一些问题 现在把这些信息整理出来 再加上自己这些年的使用经验 挑一些有用的关键的内容 录制成教程分享给各位 我感觉电脑这种东西完全可以自学 当时我就是自学的 到处看文章 看论坛 尝试各种软件 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是乐在其中 看别人整理好的经验 上手会快一些 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所以这门课程 我的计划是每节课讲三到五分钟 七到十节课为一组 一组课程如果讲不完 再开第二组 只讲我认为重要的 有用的信息 同学们学习起来 在时间和精力上 不会有太大压力 先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我的MacBook Pro 是从苹果官网购买的 当我拿到的时候 苹果的客服和我进行过一次 30分钟的电话培训 它会让我提前准备一些问题 它在电话里帮我解决 其实不管你的Mac电脑 是从哪里购买的 就算过了很多年也没关系 遇到问题 还是可以给苹果官方 说后打电话的 苹果客服会耐心解答 他们的态度都很好 不过客服的技术能力 要看运气 一般初学者遇到的问题 也都是很好解答的 这几节课程 对于Mac电脑新手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会继续推出 更多的教程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 或者建议 可以给我们留言或私信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 课程不足之处 或者遗漏的地方 还请指正 希望这门课对你有帮助 在课程介绍的最后 讲个声明 这些课程都是在线视频 经验分享 仅供参考 苹果系统经常升级 不同版本会有差异 我们不提供基础支持服务 一难杂政 建议拨打苹果的400官方 售后电话 我经常打 很受用 课程介绍就到这里 下次见 我认识了 文字幕上帮助 感谢西筹 我认识了